大家好,我是小新 如果在上班的路上能够买到一个松软酥脆的煎饼果子的话呢 那一天的快乐就此开始了 不过大家知道什么是煎饼节吗 提酒配上煎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今天呢,小新就来到了北京的一次煎饼节的现场 将会举办一次北京煎饼果子和天津煎饼果子的大PK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到超过60种口味的 来自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各样的煎饼 那赶紧就跟上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那在这个煎饼市集上呢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就是北京的同仁堂 没有想到它也跨界做起了煎饼 而且呢还吸引了很多顾客在这里购买 那它的煎饼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这个煎饼呢有几个特点 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草本的秘制酱料 不上火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薄脆是用橄榄油炸的 而且是一个五层薄脆 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酸梅汤 都是古法秘制的 以及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熬夜水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用同仁堂的道地草本打造的饮品以及餐食 那这个呢就是刚才同仁堂做的这个煎饼了 还有他们这个用这个草本做的这个熬夜水 我来赶紧尝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首先是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酥皮特别的酥 而且呢不油腻 同时呢它这个酱料的口感确实很特别 也跟平时吃的所有的煎饼果都不太一样 慢慢品尝一下它其实有这个中烤药的味道在里面 这个熬夜水说实话喝起来有一种凉茶的感觉 在这样的这个炎热的夏季 其实来这样的一个煎饼果和熬夜水是特别清凉解暑的 买了一个墨西哥的买了一个大阪的 现在排什么呢 现在排白毛煎饼 看来最最强我就要排这个 牛啤酒喝有煎饼吃就够了 首先吃的是石墨煎饼 是天津的还是北京的吃的 北京的 觉得口感怎么样 有点辣但很好吃 我们其实比较喜欢这个甜品 所以买了这个 然后它应该是pancake 然后也算是这个煎饼的一种 其实配煎饼还是一个挺搭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这个就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 我们那个三五堂呢 就是一个煎饼的餐厅 今年的煎饼碟 特殊预判三分鱼的煎饼 是照烧汁的 夫妻配片的煎饼 也是聚首欢迎 这个呢就是刚才两种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两种煎饼口味 其实入口的第一感觉 像在吃一份炒菜一样 因为它这里边的这个夫妻配片的味道 非常正宗 跟这个脆片啊薄饼啊搭在一起 口感上面其实还是挺搭配的 这种三分鱼这个特别香 它有一种那个酱料的清香 包括它这个鱼肉也是烹制的特别鲜美 那像在这个煎饼节上 其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煎饼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赶紧过来尝一尝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